好 我們來到第二節的級夢來 高興今天請到鄭依依和我們做嘉賓 今天會講兩件事 都是跟蘋果有關的 有一個是蘋果電子產品公司 另一個是蘋果日報 上一次我們講了有關蘋果公司的很多同工人的待遇 一方面門面就是這樣的 一方面後面就是對工人怎樣怎樣 如果你是真誠的話 你們應該整間公司都會做得不好 如果不是的話 發覺門面的人才開心 你見不到那些人就跳樓 這間公司有多開心就可想而知 開心就是為了讓你見到 其實他在門面的員工都未必一定是很開心 因為在美國三藩市有一個Retail Store 其實都是蘋果的Retail Store 員工其實現在在搞工會 他叫做Cory Moore 他也是一個genius 他也是一個genius 但是他是一個part time的genius 哈哈哈哈哈哈 這個好笑 他在人室裡面的部分時間 他成為一個genius 哈哈 那怎麼辦呢 他也是一個part time的員工 part time的員工和full time的員工 時薪比較低 時薪比較低 而且原來跟法定的最低公司 都相差無幾 都是高於幾元美金 不夠五元美金 所以他就 公司的policy suppose就是你做了一段時間之後 你就可以轉正了一個正式的full time part time genius full time genius 全面genius 但是當他提出這個要求的時候 他就反而 可能他現在part time的時間 每周是36個小時的 但是他一提出他想轉正的要求之後 就繼續減 減下去可能真的是最基本的part time的時數 所以他就覺得很委屈 我想轉正反而減少了我的工事 那我的工作的補償就更加沒有了 所以他就想搞公會 那搞不搞得成呢 還在搞 但是他就說 因為他拆了一個網站 就來到 呼喚其他的 呼籲各地的genius 對 一起來聯合起來 那他們就union of the genius 哇 好帥喔 如果搞得成 他這個天才工會 對 那他就 他就說是set up 了這個網站之後 就發現原來其實在蘋果的manage文 那裡都有很多負面的消息 但是他就沒有說到 那麼多輕的負面的消息 對 那我們一方面知道了 即是好了 我們說回頭 我們現在是消費者的身份 我又不是天才 那我們可以做些什麼呢 嗯 嗯 嗯 那其實 嗯 其實 我們昨天呢 就剛剛在這個蘋果IFC店開幕的時候 那我們就去了一場示威的抗議 去振興 對 沒錯 那我們就 真是做了一個禮物給他們 我們做了一個 六米高乘三米闊的大banner 嗯 其實都是一個iPhone的造型 那上面就有一個圖 就是一個蘋果的logo 那下面就被一個工人 就是 下面就紮住了一個工人 紮到 扭了血 挖了腰 挖了腰 整個 就是吐到滿地都是血 那還有 當然有兩個slogan 就是停止勞役工人 中文就是 英文就是no more are slave 那這個海報掉了下來 我們在這個蘋果的二樓對開的位置 掉了下來之後 其實今天看回一些報道 都是有相當多的 市民看到 是看到了 特別就是 因為它在二樓那裏 蘋果顧客 對了 還有一個 進去的消費者 用iPhone來拍回這個 海報的image 那為什麼我們要做這些事情 當然我們在下面也拍一些單張 那我們其實就是希望這個消費者 其實你買一部iPhone的時候 我們相信可能你都未必知道 它的生產的過程是多麼血汗 那樣 充滿著很多不公平的東西 那我們都覺得其實你知道了之後 我不覺得你希望你自己的iPhone 是這樣剝除其他工人 而得回來的 那我們希望消費者知道了這些真相之後 其實可以是想一下自己可以做些什麼 譬如可以做什麼 譬如不買iPhone 不買iPhone 或者是罷賣這些這樣的行為 當然是 我買Google phone 是的 當然是一個很直接對蘋果 可能施餘的壓力 因為它會知道 原來消費者其實都是很關心 我做些什麼的 那我要小心一點 我不要再去剝除這些原工人 就是代工廠的原工人 但是其實譬如在工人的立場上面 或者是一些工會的組織上面 他們會對於罷賣的行動 是比較小心感染的 是的 因為很有可能是會 令到公司 如果它不夠足夠的利用的時候 可能它就開 可能要倒閉 倒閉的時候 也會令到很多工人 就是喪失了工作的機會 那我們就會覺得 作為一個消費者 參與消費者運動裡面的話 其實可以有其他事情做的 譬如我們現在的iPhone iPad 其實都有一個簽名的 譬如你發出一個電郵 它就會寫著 sense from iPhone 或者sense from iPhone 這是強迫還是自己選的 我不知道 因為我還是沒有用這個iPhone iPad 差很多人都沒有用iPhone 是的 但是你也可以側選了一個這樣的句子 然後你在上面 譬如你可以寫信給他的 Steve Jobs 他現在下來 就變成了team code 你可以寫 第一team 就是我聽說 富士康裡面 這個待遇是很差的 我不希望有這些情況出現 你快點去改善 是的 這個也都 它收到一定 如果譬如說 我們每天都有 一千甚至一萬的消費者 就是這樣做的話 你蘋果不可能不去 還有一些回應 去回應或者處理 這樣 還有其實 其實我們在說的就是 整個全球的生產鏈上面 就是利潤分配的不公平 那 那 一部iPhone其實是 譬如你一部iPhone 是賣五千元港幣的話 其實原來有60% 其實是直接入了蘋果的袋子 就是有三千元 譬如我是re-seller也沒有 re-seller當然也有補 那個社會生產也不是re-seller 不包括re-seller 是 都是去了蘋果的 是的 但是原來這些幫它代工生產的 富士康 或者是原電公司 蘇珍的原電公司 它所佔到的利潤分配 就是這五千元裡面的1% 就是50元 就是只有50元 是的 但是想一下 就是這個 你50元裡面 富士康的老闆 沒有理由不拿去 就是國台銘就收了50元 你買一部iPhone 國台銘就收了50元 或者它可能就收了40元 然後10元就是派給工人 這個利潤的分配是非常不公平的 我們比如說推動消費者運動的話 我們希望就是 消費者可以將它們這些這樣的認知 對這個全球生產鏈上面 利潤分配的認知 可以說出來思考一下 究竟其實這樣是不是公平的 如果不是的時候 你就對你的品牌說 其實我買你的iPhone 其實我沒有想著你蘋果一個人 賺了那麼多 我希望這些這樣的利潤分配 其實可以更加公平一些 可能你不是一下子就剩下 每人都是20% 但是可能如果你拿只是少30%的話 其實你已經是多了30%出來 去分配給這個 你不要說你多給1% 它就多一倍 是的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是啊 但是我最初以為你們iSlave 我剛剛在網上看到 其實原來現在是說工人 是的 但我當時以為是買iPhone的人 對 因為你知道iPhone很貴 然後又要儲很多錢才能買到 如果有些人就知道 蘋果又是很宗教的 就是好像拜神 什麼都要iPhone 什麼都要是蘋果 全屋的電腦又是蘋果 隨自都是蘋果 可能是 是啊 這樣就變成是iSlave 就是你專門幫蘋果打工 是的 其實也有的 我們也有聽過 一個富士康 就是在我們接觸的富士康工藝裡面 他真的不是每個 有部分 其實 都是很信用的 沒錯 他打工的工資都是很少的 就是買一個月可能二三千元的人民幣 但是一部iPhone可能就是五千元 四千元的人民幣 他也是很狠有的 那他可以怎樣做呢 他當然就是死坑死底 一個月兩個月 就是不特別的私費 這樣來儲錢買一部iPhone 這麼厲害 但他們知道iPhone是很便宜的東西 是啊 但他們也是願意要給那幾千元 去買iPhone回來 是的 那會不會有些 就是之前我們說 有些中了一毒的 那些 我中了一毒 我現在買了iPhone 然後我就寫 iPhone令我中了一毒 然後我就買了iPhone回來 是的 如果他這樣做的話 其實他也是一個控訴 你用iPhone 都把這些數字帶出去 但真的可能有一些人 就真的所謂中了蘋果毒 他真的很想像 這個蘋果的產品 可能這些東西 有部份 少數工人都會有這樣的想像 當然也有更多的工人 他會知道 其實我的工資 做了這些產品出來 是去賺錢的 對 或者是我自己是網上下級的 我沒有可能可以買到的 那更加大部份的員工會這樣想 他們可以買生債版的 生債版其實也有問過 他們說 生債版太便宜了 二、三百元不夠in 是啊 生債版二、三百元 但他們不會要的 是啊 是啊 希望中國盡快建立到自己的品牌 他們可能買回自己的東西 不會被人剝水那麼多 但是在消費主義運作的市場之下 iPhone亂用一點 不是 就算是內地自己的品牌 其實也可能是存在這些剝削的情況 可能再剝削也厲害 是啊 這一次差不多 希望大家有機會買iPhone 或者想想買iPhone之前 將這個都考慮一下 如果你已經買iPhone 或者你想繼續支持蘋果的話 你可以跟他們的 CEO 令到這間公司知道他們 他們的消費者 其實也是關心這些問題的 有請問